好 接下来看这几个景点 相信很多人到这儿也要打个卡 在台中很多人到公园掩科吃冰 现在台北也可以到90年的外科诊所来喝咖啡 另外还有这是台铁淡水支线的站长宿舍 也成了茶饮店 这些老建筑流行纷纷是成了餐厅 这里头其实还留下许多历史文物 受到不少年轻的喜爱 老建筑再次利用大复活 也掀起了老宅店面一大赏气 这栋90年的老建筑 不古外科门诊的招牌 马路上特别醒目 但民众走进去后好意外 柜台前面服务呈忙着磨咖啡 一楼座位坐无虚席 因为老诊所变成为咖啡厅 充满了浓浓咖啡香 屋内装装装历史痕迹都被保留 看着的桌子停诊器 还有这间急诊室 打稿创意 打开后变成了洗手间 这间外科医院 位在大道城的保安间 以前大家都称为医生间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逐渐没落 多位建筑师修复和改造下 变成了一座几古万汉 咖啡与医生的温创店面 所以可以让我们看到 就是过去房子长的样子 蛮好的喝咖啡的地方 怎么说 看看古房子 对 然后享受一下午后的时光 老建筑打复活 同样都在台北的 还有这一间 位在捷运巷弄内 斑驳了墙面 搭配复古的灯饰 墙上还挂着房骨传单 复古没面窗台 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 回到了六七十年代 在栋95年历史的老建筑 卖起了茶饮和火锅 但其实早先的时候 这里是台铁淡水直线的 站长宿舍 里头还保有各地的印章 让民众当成纪念章留念 老建筑变成了茶饮餐厅 旧医院化身为咖啡厅 都保有了原味 带头的就是它 台中火车站附近周边的商圈 已经没落十多年 靠了这间公园也无科 里头卖起的冰淇淋 也变成了文创店 这些老宅文创的成功 让旧城区能见度大大提升 也掀起了老宅店面的一大商机 记者李伟 曾新英皇书问洪西云 台北报导